回到第三節 我們都歡迎有封煙 封煙聽聽聽 28927841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打電話來 大家可以聊聊 我們現在先講這個中山艦事件 我們講一下 中山艦是否等於當年 都是那隻艦 被人炮軍觀音山 走了那隻永豐艦 叫做中山艦 兩件不同的事 兩件不同的事 中山艦兩次 都是跟蔡介石有關 最後拔起中山艦事件 第一次的中山艦 是蔡介石 事奉在則 去到舊架 第二次的中山艦事件 跟蔡介石完全有關 完全有關 簡單說 1925年 國富世世的時候 一個小校長 到中山艦之後 成為中國國民黨第一人 舉足輕重 舉足輕重 黨政軍集中全權一身 這個中山艦很厲害 顯示到蔡介石的謀略技巧 這是什麼事呢 這件事 其實有幾個說法 這件事有幾個說法 有些說中山艦是由蔡介石一手製造出來的 有些說不是 是共產黨製造出來的 是想把蔡介石協詞去蘇俄的 這張照片是蔡介石北上的時候拍的 在環濱回上海 當中拍的 這是中山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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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黨第一次的正式抹面 正式抹面 但最後都是和解了的 不過說中山艦這個 應該連份記的東西 1926年3月 3月20日正式發生的 320事件 320事件 什麼事呢 什麼時候 那個苗頭是什麼呢 讓麥慶說 我再說幾句 當時蔡總政 那些政令呢 就是廣州也有維庶司令 是 維庶司令 但是當時他亦都在欠職職位 他就不做 本來被維庶司令 有什麼粵軍的總司令 他又不做 一直在退 其實職位當時 當時黨主席 國家主席 我們叫做國民政府主席 汪精為 汪精為 當時他爭拗職位問題 他什麼都不要 全都扔掉 以退為退 是 那好了 中三令人話說 有一晚突然有人拍門 他住在軍校裏面 他跟我們太太 叫陳潔儀 那 突然有人拍門 就說 有個小兵上了風尚比台 就說 有人叫做 什麼 有移動 中三令有移動 有個奇怪的 那時候想起他 中三令就停在廣州灣 原來不是停在廣州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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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覺得奇怪 為什麼 於是 就派虎門司令 其實他對官街 陳小英 陳小英 去監察這個中三令 中三令人當時 最後有人說 退出名令 叫中三令人 說廣州 有人造反 談關關 就叫中三令人去廣州 最後就說 去廣州 那個藍長 獅子 拿著藍 最後就 抓去 那個是海軍部長 海軍局局長 海軍局局長 李智龍 李智龍 不過是共產黨 共產黨 當中就一夜之間就佈置好 接著就 不斷扣留 扣留了很多人 當時 抓了很多人 蘇俄都動了 抓了巴羅亭 抓了巴羅亭 要監視他們 監視他們 監視巴羅亭 說共產黨 又造反 劫持想殺了黨政要的人 派兵保護汪精衛 派兵保護汪精衛 就是派兵保護汪精衛 就是派兵保護汪精衛 派兵保護汪精衛 派兵保護汪精衛 接著 進門口 抓了鞋 四個衛兵抓了鞋 所有人說 我政治部主任 你抓了我的兵鞋 我就沒有槍了 你派個新兵給我 說再見 張介石 採女傻 整個過程 簡單 就為了有人造反 於是 抓了一干人等的共產黨人 應該這樣說 李知龍 他洗了一個船 就說 是由 蔣介石 調過來的 調過來的 來到之後 蔣介石就說 沒有啊 你不要冤枉我才行 不解釋 他說你停下來不要動 聽說聲火待發 他又不理他 聲火待發 打算開船 抓人 只想開炮那款 蔣介石 然後就派人上去 抓了他 抓了他 這傢伙 我已經叫你停了 你用聲火待發 你想怎樣 是虎門要蔡司令 派兵去抓他 而且你 非我族類 就必有異心了 大哥 國民黨 我都沒有對你懷疑 你這麼家產共產黨 我不對你懷疑 我怎樣才行 所以當場 就把李知龍 抓了 因為他一抓李知龍 其實知道很嚴重 所以就把所有包羅亭 都抓了 所有罷工委員會 那些共產黨機構 全部包圍 還搜了很多槍械 哈哈 你這幫人 你這幫人 還不是 或者有系統些 就說說那個事件 按照現在有的資料 包括蔣介石日記 和當時那些人的證供 整理了少少的事件的發生過程 那就是18日 因為那件事發生在3月20日 原來3月18日 6點鐘 即是下午6點鐘 當時黃埔軍校的一個管理交通的人員 接到一個命令 這個命令是什麼呢 就是來自於這個校長辦公室 有一個聽長 叫做孔慶瑞 就找當時的交通 即附近交通的人員 就說 當時有一隻叫做定安輪 這隻是那些洋船來的 就是被土匪搶劫 希望當時的廣州 就派一隻巡邏艇 那時候就說是巡邏艇 但是後來 這個消息接了之後 當時負責接消息的人 就立即問軍校 因為當時他的船停在黃埔 黃埔是受黃埔軍校那一帶的管轄 就問了 有沒有巡邏艇 咦沒有啊 沒有船 於是那個人 就立即打電話去 當時軍校駐省辦事處 那個人是在廣州 即是在廣州裏面 就請求 不如你派一隻船給我 於是那個人 當時那個辦事處的主任 叫做歐陽宗 歐陽宗 就立即向當時的海軍局 即是李之龍那個 去交涉 但是呢 當時李之龍又不在 好了 李之龍的夫人 就在這裡接待了他們 於是呢 李之龍的夫人 就接到一個命令 這個命令是什麼呢 原來就說 喂 我們要 在廣州要調一隻巡邏艦 由艇變艦 越來越大隻 越來越大隻 對 還說是奉校長之名 就要趕快去到黃埔奉名 那當時呢 李之龍不在 後來呢 回到來接到這個消息之後 就趕快就調動了 那麼就在19號的上午 早上6點鐘呢 那麼就分別有兩隻艦 就呢 離開這個廣州 就呢 去這個呢 是黃埔那邊 的 好了 那麼在這個時間呢 一叫中山 一叫寶碧 是的 寶碧艦 是的 六點鐘就是寶碧 七點鐘呢 就在中山 開了去黃埔 好了 那麼當時來講呢 這麼巧呢 就有個蘇聯的代表團 就來廣州考察 嗯 那麼就聽到 咦?有隻中山艦呢 那麼他就說 不如我們去考察 是啊 沒錯 還有蘇聯人加油 是的 那麼李之龍 就立刻打電話去 就給蔣忠正 喂 我的艦 要不要洗回來啊 那樣 那麼當時呢 蔣忠正就說 啊好啦 你就洗回來啦 那麼故事呢 就去到這裡了 那麼好了 問題呢 就在乎於呢 當時來講呢 啊 在3月19號的上午呢 嗯 蔣忠正呢 就接到呢 有幾個電話 嗯 那有人呢 那麼當時來講 蔣忠正日記呢 就說 有個同志打給他 嗯 你什麼時候去黃埔啊 這樣 那麼就早就打過一次 接著呢 就九點鐘 又打一次啊 你什麼時候來黃埔啊 接著十點又打一次了 於是呢 蔣忠正就說 咦 為什麼 吹得我這麼急的呢 這樣 那同時間就說 同時間也都想起啊 咦 海軍局 李之龍 又打了電話給我 問我 這件事啊 我都沒有叫他 洗界中山艦的啦 他問我 要不要洗回來啊 那 是不是中間呢 有什麼問題呢 這樣 於是呢 他就起了疑心了 嗯 那在 因為當時來講呢 趕快報知了 是啊 因為當時來講呢 好像剛才啊 麥卿所講呢 蔣介石呢 是跟當時 汪精衛等人呢 是爭緊的 並且呢 西山會議派呢 也都對這個呢 是 蔣介石呢 也都不是很友好的 因為蔣介石最有 是中立的 他其實 當然是中立的 他當是中立派的 也都怕 就是買怕 捲入這幫 買怕這幫 這幫當權派 那就是 他都答應 他都同意呢 就是說這個西山會議派是非法的 是啊 因為他其實不是當權嘛 當時 沒錯 所以呢 於是呢 就呢 激起呢 蔣介石的疑心 那麼 於是呢 於是呢 在3月20號呢 他就在早上呢 就立刻下令 就是捉拿呢 這一幫人 並且呢 捉拿意思就是 就將李子龍等人呢 就是逮捕 並且呢 就將蘇聯所有的顧問呢 都要嚴格監察 那麼 根據現在的人的考證呢 就說 咦 當時呢 誰人 從中挑撥離間 打這麼多次電話去問呢 這樣 現在找到的材料是一個叫做五朝書的人 這個是什麼人呢 是國民黨右派的一個十分友好的一個黨友 也是資深黨員 他從中挑撥 希望令到蔣介石和共產黨默面 結果成功了 當時蔣介石有真正的軍權 沒錯 所以在這件事上蔣介石也有兩種看法 一種是他為勢所迫 一種是他借勢 借勢運勇 然後就整個抗權 中山藍之後 汪精偉最後連黨主席也乖乖加拿出來 病了 因為當時大家都覺得那隻藍是你叫我來的 那你又說我無故 他有一句話是怎麼說的呢 他說無故生火達彈 是的 那直接是 喂大哥 擾亂政府之舉 就是說 喂我叫你不停 你就直接 煙通出了煙 那你飛走 然後呢 你又找一些蘇俄軍 蘇俄的人上去參觀 擺明蘇俄軍 然後你又想哄我上去 混蛋你不是載我蘇俄你去哪裡 是的 所以有這樣的謠言 是的 於是造成了蔣介石 當時來說 立即採取行動 那 好像麥卿剛才所說 中山藍事變發生之後 當時蔣中正先生 立即去找汪精偉 就召開一個叫擴大會議 是的 於是呢 汪精偉一聽 哇 那麽大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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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病 那一病就說 我有養病了 沒空了 我來幫你主持 其實也搞笑 最後那次會議 由蔣介石主持 是 其實他 嚴格過什麽身份都沒有 老實實 只不過 當時郭芙死了之後 他的身性身份 就是 國民黨的 或者國民政府 軍事委員會裏面的 軍事委員會主席 都是 汪精偉 那麽 所以他是委員 副主席 那麽大鑊 就是廖重開死了 被暗殺了 那麽到 蔣介石 那麽到 蔣中正 就去主持會議 抗大會議 國民黨抗大會議 那麽 那麽 改選主席了 哈哈 那麽所以呢 汪精偉呢 第一次 又跟蔣介石 所謂的較勁 就是 對壘 結果呢 又輸了一次 那麽這次 那麽這次是厲害的 這次之後 蔣介石就 最後 當然呢 他最後也有 有懷猶手段 最後呢 就這樣 第一 也都 最後發覺這件事 就沒事的 就是一個 李之龍的 其實你還剛剛身分不久 剛剛身分不久 剛剛身分不久 沒錯 那麽 那麽那個海軍局長有問題 其他一個人都沒事的 那麽 那麽 這件事 那麽 也都搶了 汪精偉那個權 那個實權 那麽 那麽 也都提前了北伐的時間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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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這件事中 其實在這件事中 中共的態度 其實是很不滿的 因爲這件事 就是無預無辜 軍官被人捉了 種植 又入了我 那麽 又入他了我 那麽 當然是否進去他 那麽我們不知道 是吧 可能她真是指使未定的 那麽 中山蘭之後呢 其實他當時 蔣介石 欸 不是蔣介石 沒時 想念你的子 哈哈 趕你蔣介石的兒子 蔣介石 其實他當時 第一是抗大會議,找了幾個人來幫忙,叫張靖江 張靖江國民黨元老,厲害了 接著就搬了林芯出來,一個人等 最後他就擺平他,找張靖江做國民黨的主席 國民政府主席譚然海,湖南雙軍,湖南雙軍 他自己不敢居公,不敢居公 都是做個帥,真厲害,退居而善 總司令 當時蘇聯顧問在這件事上,竟然禁止共產黨 當時蘇聯顧問受到共產國際的指示 仍然要支持蔣宗正 因為他都知道是一個中流底柱 沒有蔣宗正,中國的統一其實是無望的 所以這次中國共產黨 其實都說到陰濕,蘇聯國際的陰濕 想著將軍就去不法,打完之後 跟著共產黨在後面再打 再打完之後 即是等於日本抗日的番范 其實是一樣的 用你的聲望去不法 統一全國之後,我們再打完你 因為共產黨贏在國民黨當中 沒錯 沒錯 雖然那次,不過他也很聰明 中山藍之後,然後整理黨務 沒錯 當時來說,在1926年5月 第二屆的二中全會裡面 就通過了所謂的整理黨務案 這個辣辣 這個就是限制了中共在國民黨裡面 黨機關和軍隊裡面的活動範圍 這個就是清黨的基礎 這個基礎 初初的時候,三個人中 就是一個共產黨 即是那些職位安排是這樣的 中央職位,共產黨不得去參加 第二,麻煩 共產黨麻煩交名單來 這個就要你交名單 所以這個是1926年5月 這個二屆的二中全會 整理黨務案 所以中共明知道你北伐一成功 蔣忠正的威望就如入中天了 其實他們想破壞北伐的 就抓住汪精衛 就破壞這個北伐 到處去散發 在市內散發全單 就是說蔣介石根本就是不革命的 他是不北伐的 總之就是令到你蔣介石就難看 對,同意的 因為這個就是在北伐的 在北伐之前 應該這麼說 北伐就是1926年7月 就是北伐了 7月9日,細小北伐 其實之前蔣介石 是想提早北伐的 但是共產國際 就收到當時蘇聯的 顧問的報告就說 說共產黨做未行 所以就不要北伐了 所以當時蘇聯的顧問 是反對北伐的 就是想說不要搞那麼多 先搞好廣東先 先搞好國民黨內部 其實呢 還有蔣公你 6月5日 就成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然後他又聰明 然後他做完總司令之後 第二天就宣佈 黃埔軍校裡面 所有共產黨要退出去 共產黨要退出軍隊 哇 共產黨覺得 哇 我本來是潛伏在裡面 如果打仗 就大隊兵 全部交名單 交名單 麻煩你退出去 這個呢 其實對共產黨很大 是啊 這個很大的 所以現在 變了 在北伐之前 其實蘇聯顧問 和蔣介石有爭論 尤其是鮑羅亭和蔣介石的爭論 是很百業化的 結果呢 就是蔣介石要和鮑羅亭 激辯四小時 最後呢 鮑羅亭呢 才妥協 那就開始了 這個北伐 這個舉動 其實北伐之前 都有一段 是 即是幾乎蔣介石 就是要下台的 是 那他 當時 因為他說 喂 你 國民革命軍 你根本又不是革命 是吧 根本就是 和散播一些 北伐必敗論 就是這個 追上去說 你沒有錢 死定的 當時強調你沒有錢 沒有錢不法 當時 就是汪精衛聯合了 這個誰呢 叫做第一軍第二師的師長 黃茂公 半邊 就要逼這個 蔣介石 去除職務 就是 你不要做了 就是你下台 那蔣介石又說 好了 我向汪精衛提了請辭 那蔣介石又不答應 又不反對 那怎麼辦呢 就是 在那個環境之下 就是兩難 我都不知道 怎麼算好 這個就是 當時那個 準總政就是 以退為退 嘛 最後發覺他不睬 然後算了 我以進為進 那 最後最後 就是 汪精衛都不夠他鬥 就是 汪精衛不睬 就是吹他不將 以進為進 算了 搞了抗大會議 廢了這個黨主席 這個厲害 因為他當時來說 國民黨裡面 能夠掌到軍的 都是蔣忠正 是 所以 他很大權 光正平只能拿到 黨務系統 對 黨務系統 沒有軍權 沒有槍 你怎麼做 現在蔣忠正說 我走了 對 那你搞了 爛灘子 他想想 如果我答應你 你真的走了 我搞了 我怎麼搞 我黨務也搞不定 他又 兩難都不知道怎麼辦 批你也好 不批你也好 好了 既然不批 到我來了 所以 找了司所說 張靖江做國民黨主席 譚以國做國民政府主席 世絲不伐 7月9日 世絲不伐 世絲不伐 那時候 都厲害 由令旗 大印 劍 那個應該叫做 瑜座 對嗎 瑜庸 我經常誣錯 我經常很害怕 讀他的名字 我經常怕 草聖啊 大哥 他在這個 玄山大飯店 上面有一個石碑 他有幾個石碑 劍譚 你反過來 左右看 都是那個字 都是那個字 他負責授 授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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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 這些黨國大佬 兩個 張靖光 魚猶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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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是7月 其實有一個 天理好 有一個環境 因為當時來講 蔣宗正 就跟當時在湖南的 一個軍閥 叫唐生智 就達成了協議 對歸順 是的 那當時 蔣宗正 又跟當時宣傳方 即是在江西那邊的宣傳方 軍閥 也都達成了協議 就是 我們的軍隊 即是國軍 就在湖南上 就不搞你江西 這樣 於是 就有這個時機 就可以 不佛了 其實當時 不佛沒有錢 世思 當時 三軍出動 應該是梁祖先行 不佛的 也不是 自己搞定 三軍先動 就是梁草美行 梁草美行 梁草美行 當時 不佛那時是這樣 但是不佛很順利 因為 他在西佛軍 一直打一路籌款 哈哈 用國父那套 所以說 國父的忠實信徒 蔣宗正 7月 就進去湖南 就光復了湖南 然後 就發生了爭論 那究竟呢 把武漢 對 就去江西 因為去武漢 就去江西 這個也是導致了 蘇聯顧問 和蔣介石 和蔣宗正 很激烈壓亂 第二次的衝突 這兩次衝突 是累積下來之後 令到 國民黨 和共產黨的關係 的裂痕 是更加嚴重的 講到這裏 可能 開始 8月1號 是 8月1號 8月1號 又有建軍節 共產黨 建軍 南昌 起義 南昌暴動 我們叫南昌暴動 就是因為 中立的 就叫南昌事件 南昌事件 站在國民黨的立場 就是南昌暴動 站在共產黨立場 就是南昌起義 7月9日 秋收兩湖 世絲不伐 一路開始打 打得很快 因為本身 已經有個 第一先頭部隊 就是唐新智 對專一旗 當時 北伐 當時 最初原始 兩契 一個就是 沿江西 上 入 湖南 長沙 湖南 長沙 一個策略 就是沿廣東 一個就打一個 要不要打到上海了 會不會下去呢 因為一下去上海 就跟孫全鋒 主力部隊 正面交鋒 那他去湖南 就打武漢 因為他當時想先砌唔佩夫 先砌唔佩夫 後來 找了唐新智一起砌唔佩夫 砌唔佩夫 唔佩夫 退出之後 就去武漢 在武漢開始 就發生了一個爭論 是 究竟當時的國民政府 應該在廣州 遷去哪裏呢 這個就是 所謂千刀之爭 是 官家 一般就 汪精衛又跳出來了 其實都下台了 是啦 在後來 鮑羅亭 就 見到以華蔣介石的軍權太強了 勢如破竹 於是接汪精衛回來 希望想制住蔣介石 於是 那些軍隊 當北伐軍佔領了武漢之後 當時 蘇聯顧問 就找了一個 當時國民黨的元老 叫做徐謙 就走出來 就組織一個臨時會議 就代理中央的政務 哇 這麼大膽 當時 張忠正說 咦 不是喔 都未談到喔 你又走去武漢 你又拿了革命 即是武漢首義的根據地 於是 就覺得 咦 不是好 於是就馬上宣佈 將國民政府中央 中央之部 就調去什麼呢 調去南昌 所以呢 剛才麥庆所說的 南昌起義 為什麼會彈出一個南昌 出來呢 就是有這個歷史背景的 好了 再說下去 我們要說 寧漢分裂 好了 寧漢分裂 但時間應該不夠 我們下個星期再說 就開始跟共產黨 國民黨 正式 真的 兵容之爭 下次開始 寧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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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星期二 我們就見不到你了 是嗎 再下個星期回來 跟共產黨打還沒說完 只剩下我和前兄兩位 就在那裏 找多位老友來幫忙 好搶大 看看是否可以找多位老友來 我們可以歡迎網友 多打電話來 因為接下來就精彩了 一講打仗精神 第一次分裂 是嗎 沒錯 如果下個星期我找到 吳慧祖 前立法委員 好 哄他 我就找他 國民黨的前元老 這些都不是元老 職位高 做個立法委員 高的大哥 做個中央級人 中央級 下個星期我們再見 好 到這裏 今天為止 拜拜